1942年5月 国民党政中书局管理处副长徐仲航 被军统带来 投入了扎子桶 军统秘密调查显示 徐仲航很可能是共产党 而他恰恰知道 阎宝航的真实身份 半夜的时候 我听到楼下有响声 是木头敲击地板的声音 爸爸一下就猜到了 这是州副主席的机要秘书来了 因为他的一条腿 是木头做的 每次他来都代表 州副主席马上就到了 周恩来的突然到访 让阎宝航更加意识到 形势的危机 周恩来指示阎宝航警报小组 必须马上撤离重庆 阎宝航没有选择离开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全力营救徐仲航 爸爸说 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甚至牺牲 这一次呀 老阎跟上层的关系发挥了作用 他跟国民党元老李继生 打了一个电话 老阎说 这徐仲航 那是我多年抗制的老乡啊 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李继生亲自拨通了军统局局长带了一部电话 徐仲航 获救了 阎宝航最终保全了徐仲航 搞得很大 从大门口到他办公室 异场站的全都是真枪实弹的脱密脑 可这老阎啊 那也不是下的 要是这一点证实的下 他可就不叫阎宝航了 刘长官单刀直入 兄弟是个军人 说话比较深 阎宝航 你心下有六个儿女 四个去了 倒是 阎宝航回答 我阎某人十几年来已经抗日 还不是为了收复白山黑水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共产党 你可以把我绑到蒋委员长那里去 你还能立功呢 刘志一看阎宝航 话挺硬 自己也没炸出什么东西 也就不了了之